零四零三 花蓮大地震 東台灣建築倒塌 十四日早上十點三十四分 花蓮線近海又發生規模四點七地震 泰魯閣陣度達到四級 地震多 危老建築問題 浮上檯面 偏偏都更難以執行 有的人是要靠這邊做生意來生活 他離開這裡 他沒有辦法 就一天分期 一樓的比較在乎他們的店面價值 想要維持 國內房屋超高齡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 三十年以上 屋齡的房屋達到四百八十三點八萬戶 十年累計增加約一百二十八萬戶 日過二零二四年底 恐怕突破五百萬戶 老屋比重超過全台住宅 總數一半 不過二零六年蔡政府上任 就說新北市屋齡三十四十年的房子 有數十萬棟 最適合大規模都更 八年過去雙北依然位居 全台高齡化房屋前兩名 屋齡已經老舊到可能不用繳 甚至頂多繳少許的幾百塊 一兩千塊的房屋稅就好 對比新屋動輒可能要每年上萬元的持有稅 根據台政部統計 二零二二年全台有兩百四十七萬戶住宅 免繳房屋稅 新北市約二十七點五萬件 台中 台南 高雄各超過二十一萬件 每年更以五點九萬件增加中 跨來大地震後 台北市中正區南機場整間住宅 但願四倍貼上黃丹 地方里長則似近 都根不是趕走窮人 沒有安置配套 居民無法面對 問題是現在臨時要出房屋都不到 五六千戶現在五六千戶是要怎樣 幾十年的老住戶一旦離開南機場 就失去落酒處 缺乏完整配套的都根 讓怕地站的居民更恐慌 接著網均網安廳特別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